大家好,我是牛超 今天聊聊20个极简理财秘籍 第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 合理的使用金钱 金钱就像大海里边的贝壳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富有 他也不可能拥有海里所有的贝壳 无论我们拥有多少金钱 合理的使用最重要 下一个理财的秘籍就是 小心不起眼的小花椒 让我们的生活可能捉襟见肘的 不是那些大笔的投资 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花椒 所谓的浪费 其实是我们不小心买了一件 一洗就掉色的衣服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贪小便宜 而买了一件很不舒服的劣质床单 下一个投资理财秘籍就是别看广告 广告它设计出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热情的去推销出来这个产品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别看广告 当然有些说这个广告它无处不在 如果可以更高的境界 可能就是看到广告而不动心 这个好像很难 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别看广告 看需要 下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就是 推迟消费 有几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特别有趣的 棉花糖实验 就是给几位4岁的小朋友 面前放一颗棉花糖 他们可以选择立刻吃掉 也可以选择15分钟之后 吃两颗棉花糖 有一些小朋友拿起棉花糖立刻吃掉 有一些小朋友忍了几分钟之后 眼泪汪汪的吃了下去 还有一些小朋友呢 忍了15分钟之后 吃了两颗棉花糖 10年之后呢 这几位心理学家对这些小朋友 进行了一个跟踪的调查 发现呢 当初能够推迟满足的这些小朋友 他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 都更加健康一些 那你说我们成人世界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棉花糖呢 比如说 我面对一件 我可能心意已久 但是现在又买不起了大衣 我到底是借钱去消费呢 还是推迟满足感呢 我们经常说理财开源节流 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些秘籍呢 大部分都是节流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 开源也就是投资方面的一些秘籍 下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就是 只投资自己懂的事情 我们知道股神巴菲特 他有一个秘籍呢 就是只投资自己懂的领域 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个能力圈 那你说股神远在美国 现实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呢 牛超的确认识一位现实当中的女股神 这个女股神 她已经八十高龄了 是一位老人家 因为她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 所以我对她的事情略有了解 她基本上是一生的这个投资当中 几乎没有赔过钱 她的秘诀呢 就是只投资自己懂的公司 比如说她也买股票 但她买的股票 一定是她自己生活的那个城市当中 她非常了解的这个公司 才敢去投资 下一个极简的理财秘籍呢 就是有自己的投资哲学 著名的投资专家索罗斯曾经说过 有哪三件事情可以做一辈子呢 慈善 投资 和哲学 一个人投资如果有自己的哲学的话 其实是又轻松又简单 关于这个投资的哲学 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一些现象 来抓住这个事物的本质 一个事情的发展 它有高峰就有低谷 高峰的时候它可能会物极必反 低谷的时候 人们也不用太失落 因为必定会脾气抬来 说到这个投资的哲学 自然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投资的秘籍 周期思维 你比如说我们说万事万物 它都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一个事物的发展 大自然它有自己的春夏秋冬 一个投资的产品 它也有自己的潮起潮落和起起落落 说简单一点就是周期性的思维 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好几十年前吧 二十多年前吧 一个人说我要去投资房产 可能很多人可能非常不理解 因为当初的这个房产 处在一个低谷的时候 但它有这个低谷 后来就有这个周期性的一个高峰 如今房产还是一个好的投资吗 可能我们要打一个问号 那么下一个房产 这个房产是打引号的 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周期性的思维 想一想 下一个极简的理财秘籍就是杠杆思维 除非我们是去购买像公寓 又或者房屋这样的大项的商品 否则我们真的要小心的使用杠杆 也就是贷款 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 但是高回报也意味着高风险 所以投资有风险 用杠杆需谨慎 下一个极简的理财秘籍就是 承认自己的不足 人无完人啊 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 尤其是面对着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承认自己的不足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太过聪明了 比如说我们也投资成功过 也投资失败过 但我们很容易去记住 这个成功的这种快乐 而忘记了当时投资失败的时候的那个痛苦 下一个极简理财秘籍就是 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健康 你说健康和理财有什么关系 其实健康是我们每个人身上 看不见的最宝贵的战略资源 不相信 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比如说在三国英雄里面 司马懿同学 他绝对不是那个武力最强 境界最高的 但这位老头是身体最棒的 他就是靠自己一个强壮的身体 熬死了竞争对手诸葛亮 熬死了自己的第一位老板曹操 第二位老板曹批 和第三位老板曹瑞 最终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其他人都在加班熬夜伤身体 他一个人在家锻炼燃烧卡路里 哇塞 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健康 下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就是 明确目标 当我们站在大街上的时候 很容易去判断出来 谁是当地人 谁是旅行者 怎么判断呢 当地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直接往前就走了 而旅行者他可能会走顾右盼 不知道该往哪走 如果我们把每个人的生活 比作是一段旅途的话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也会让我们不再左顾右盼 而明确的朝前走 下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就是 做自己喜欢的事 如果一个人可以很早的就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热爱做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幸福 如果一个人是在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业的话 他成功也好或者是财富也好 可能是一些自然的一些产物 那怎么样来判断我们现在这个事业是自己真心喜欢的呢 那就是早上我们能不能很容易的就起床 下一个理财的秘籍就是简化我们的账目 我们可以简单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账目更加的简单 其实理财也可以很惬意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找一个阳光的午后 泡上一杯纯香的咖啡放上音乐 来心平气和的理一理我们的账单 把每一笔花销都弄得清清楚楚 简化我们的账目来掌控我们的财务状况 下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就是 杂乱的代价 杂乱无装的结果呢 就是家里有可能积攒很多完全用不上的东西 为一个塞满了杂物的房间 去做清洁去保养去除尘 甚至去买保险 是非常不划算的事 相比较而言 有一些生活方式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充足一些 比如说阅读啊散步啊 哪怕是对着风景静静的作者 下一个理财的秘籍呢 就是投资你的梦想 思考金钱就是思考我们的人生 当我们有每笔收入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把这笔收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可以让我们简单的生活 富裕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投资我们的梦想 下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就是 自我暗示 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我们也很有自己的热情去做我们 真心热爱的一些事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进行自我暗示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刘涛原来跟大家分享过潜意识 潜意识就像一片大地一样 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就像一粒一粒的种子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暗示 我们的潜意识和生活 就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就像我们说 村种一粒树 秋收万颗子 潜意识就是我们种下什么 就长出什么样的花 也就是说呢 我们每个人可以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金钱观 去合理的去看待金钱的话 金钱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下一个极简理财秘籍就是 知足者富 请问这个世界上呢 什么样的人最富有 知足者富 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不知足的这位朋友啊 他有一亿 但他心里想要十亿 有可能呢 是家财万贯 但是呢痛不欲生 另外这位朋友呢 他可能只有一百万 但他心里边只想有十万 这样子的话 他就知足常恶 下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就是 利他 利他这两个字 乍一听上去 觉得好像太过高尚 太过无私 但实际上呢 利他是最大的利己 一个人他如果能够 诚心诚意的去解决他人的痛点的话 这个财富有可能是自然的一个 下一个极简理财的秘籍就是 找到生活的意义 有什么秘诀 可以让一件看上去枯燥无味的事情 但做起来却津津有味呢 这有可能就是这个背后的意义感 如果一个人找到生活的意义的话 他做再艰苦的工作 他也会觉得甘之若移很幸福 就比如说像牛超最近读到的一首写蜜蜂的诗 特别有意思 他这么写 无论平地与山间 无限风光尽被战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 为谁甜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像蜜蜂一样去忙忙碌碌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稍微停下脚步来想一想 我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是为了金钱 权力 地位 还是为了幸福呢 最后一个极简理财秘籍分享给大家 就是极简生活 极简生活 它并不是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不花钱 不消费 极简生活呢 是让我们能够减去那些生活当中的不日而爱 而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 金钱 投资在我们内心村畜真正的热爱上 快乐 也许是断舍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和事物之后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真正的富裕 可能是极简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 自然的产物 牛超爱阅读 生活极消消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影片再见